命換蔡天鋒命案發生至今 警方已累計拘捕7名涉案人士 包括Abby的前夫鄺港治 前大伯鄺港傑 前家翁礦球 前家姑李瑞香 鄺球情婦吳姓女子 以及企圖協助鄺港治前途的兩名友人 林信和潘巧妍 另一例 網民繼續對前夫一家進行起底 果然很快再有盟料爆出 據傳媒報導指 有網民在多個內地企業信息查詢平台中發現 有和鄺家父子 同名為礦球和礦港傑的人士 先後於2020年12月23日和2021年3月23日 分別成立了兩間公司 註冊資本合共超過7000萬人民幣 兩間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和最終受益人都為礦球 而礦港傑持股比例為20% 名監任監視 資料更顯示他們都來自中國香港 雖然暫時仍未能確定 上述兩間公司的股東礦球和礦港傑 和蔡天鋒命案中的兩名被告是否同一人 但最終巧合已經不禁令人揣測 眾所周知 礦家一家四口在香港都有負債 而且礦港傑和李瑞香都遭到債權人日品法院 李瑞香更加被班令破產 而且今次的慘案亦因金錢糾紛引起 所以如果上述在內地兩間公司股東 真是本案中的礦市父子 他們在香港負債甚至被通緝 但在內地竟然擁有過千萬註冊資本的公司 實在是更加令人誓思極恐